香港在今年头三个月流失15.7万名居民 在今年头三个月中有近15.7万名香港居民离开香港 这对一个拥有74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报导称富裕的居民离开得如此之快 他们把昂贵的车抛击上停车场里 根据香港的议论研究机构 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有离开香港的计划 另外一项调查发现 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的欧洲公司中 几乎有一半的公司正在考虑离开 香港商会已经警告说 该市正面临着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外流 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从未见过的现象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